嗨 谢谢你再回到 Megas 踏心房市 我记得有一位销售小姐 她说 每次听龚瑞奇 龚建师 谈空间跟景 跟社区的互动 哇 她都能够感觉 那个画面 让她走进去的实境里面 你可以再跟我们分享 以你来讲 水月云出 你在空间跟景 跟整个社区的呼应 您做了什么样的功夫呢 这个社区 其实它的建幣率 才百分之大约是40左右 哇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社区里头 实际用来盖房子的 那个土地 只不过是占了40% 才是40% 其余的都是所谓的空地 那在这个空地上面 我们尽可能的栽植 各式各样的一个植物 让这个社区 是一个有景观的一个社区 而且这个景观的社区 我们不只是 在这个地面上摘植植物 包括就是每一个楼层 我们都在它的露台阳台 我们也创造它的一个景观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景观 是一个立体的景观 不是一个平面的景观 是等于是有成退的露台 就是我们把这个植栽 种植在建筑物的 这个各楼层上面 所以我们常讲说 这样的结果就是 我原来这块地 如果有100%的绿地 我现在造了房子之后 我还是回到100%的绿地 或者绿富率 这个概念 100%高绿富 对 虽然盖了房子 但是房子的屋顶 或者房子的露台 我们也依旧 给它是一个绿化的空间 所以这个绿化的空间 就是又回到100% 但是因为造了房子 所以你从一个立体的概念看 你会发现就是说 这个植栽 它好像是会长大一样 它是不断地延伸到 这个屋顶 就变成一个立体的 像一座山一样的 一个立体绿化的 一个效果出来 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之后 住在里面的人 从每一个窗景往外看 它看到的也都是一个 植物动物搭配而出的 一个一幅画 我们期待着 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就是从每一个景观 每一个这个窗景 看出去 都是一幅画的一个效果 那我常跟我的同事讲 我说我希望 我们人住在里头 是如同住在公园一般 就是你是在公园里头 造了一个小房子 因为你望远放去 看到的全部都是 那绿色的景观 当然在这个社区里头 我们不只是绿色的植物 我们也种了很多花草 还有世纪 会开花的这个植物 所以希望的是 以后住在其中的人 能体会到 那个所谓的世纪的变化 那这个是 我们在这个空间上面 很刻意的去着墨的一个地方 以你做别墅 这么久的case当中 你觉得 你想传达一种 别墅一进美学 除了人在这个空间里头 可以舒适安全之外 跟绿色的互动 产生的那种 健康乐活的元素 这是现代人 都一定要必备的 别墅条件吗 现在的都市里头 其实因为土地 它的价值很高 那大型的这个基地 其实已经很难寻觅到 因为这个坑盆 就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 所以当然在现在 这个案子上面 这个是一个 很lucky的一个机会 就是能拥有一个 得天独后 这么大的一个基地 这是首先 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基地 那另外一个就是 说在这个基地上 造这样的一个别墅 是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别墅 这个也是一个 绝无仅有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有机会 可以把这么多的别墅 聚集在一起 它不是小社区 说三五户 八户十户 这样的小型社区 我们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社区 那可以聚集这么多 这个很优质的人 大家住在一起 然后呢 享受一个 这么优质 这么好的一个氛围的一个环境 那当然这些东西 都是一个别墅社区里头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没有这个部分的话 它其实 你说它是一个别墅社区 其实都有缺憾 对 你搞不好一眼看去 你就看到别人的房子 或者看到隔壁的房子 对 一般如果是十几户的别墅 真的没有办法 免去旁边零射的感觉 对 就是邻居对你的干扰 一定会存在 存在 那像这样的一个社区 就比较难能避免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真的是 会住在 在你眼目所及的范围 几乎都是 你创造出来 一个漂亮的一个环境 哇 真的达到所谓 美好 而且舒适 安全的境界 真的还是要有一定的量体 才可以达到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首歌 待会再回来跟你分享 最新的建筑研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